大批信众齐聚 连生活佛举办大型祈福法会 期盼借由宗教为社会带来正能量 利度母本身这个法 他也是一样在教导我们 这个有柔软心 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必须要互相合作 而不是互相排斥 连续两年 连生活佛在高雄举行护国祈福法会 而正在新线的大义雷葬寺 预计两年后完工 未来将结合公益和社区服务 为南台湾带来安定力量 可以帮助南部的人 使他们有柔软的心 也有菩提心 大家能够在高雄能够发展 连生活佛在月底 即将出版第265本文集 为鼓励创作 现场也颁发着色比赛奖状 期盼抛砖引玉 通过宗教艺术 启发年轻新世代 夏丽新闻 高雄综合报道 简直到